大家好,我是本次课程的朱姜老师,布里安嘎 今天呢,我们将要进入印第语语音入门的第六课 经过前五课的学习呢,大家也学习到了非常多的字母的发音 那现在大家看我的名字呢,是不是已经知道是怎么回事 而且知道是怎么拼写的了呢 所以呢,大家一定要在学习完之后,一定要能够读出老师的名字是什么意思 就不用看英文的,也能读出来哦 老师叫什么名字呢,老师叫布里安嘎 是不是非常好听的一个名字呢 好了,老师就不自卖自夸了,接下来进入 今天我们首先呢,要回顾一下上一节课,我们学习了什么 上一节课呢,我们总共是学习了几个音呢 总共学习了九个音 分别是哦 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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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排的 得 得 得 这九个音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还记得呢 老师在这儿呢,并没有写出这九个音的英文转写字母 希望大家呢,因为记住这个印地语呢,是主要的 但是呢,它的英文转写的,转写的那些字母,大家也不要忘记 而且呢,它的点啊,横啊,其实这些呢,最好都还是要记住 以后呢,不管是看英文的网站,还是看英文的报纸呢,其实也就能够,呃,就,老师说的英文的网站或英文的报纸指的是,用英文来表示的印地语的网站或者是报纸 好 说了这么多,来进入我们今天的学习吧 首先看一看,我们今天要学习什么呢 看我列的这一排,是不是感觉今天学的也挺多的呢 确实今天学习的东西也是蛮多的 今天我们就要学习,嗯,八个音 两个 上面,呃,不能说原因了 不能说原因,也不能说是辅音,那到底是什么音呢 后面,我将会告诉大家 下面呢,有三个音 有三个音呢,也就是后面这三个呢,它也有一个,呃,非常不一样的名字 但是这个呢,我先不告诉大家 前面这三个呢,呃,也 也有一个特别的名字吗 呃,没有 好 下面,老师呢,就先,呃,带领大家先读一遍 大家先听一听,先来感受一下这节课 我们将要学习到的这些词 好了,从第一个开始 也 我 或者是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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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那么一点点的印象呢 不管有没有,我们都要接着往下啦 好,看到没有 老师卖了半天的关子 其实呢,它就是个半原音 半原音呢 它一半是原音 那另外一半是不是就是辅音了呢 其实严格从现在实习印第语的所有的,呃,教科书籍当中 其实没有严格的规定说,呃,它就是有一半是辅音的 但是呢,实际上的用法当中呢,其实也是这样子的 它有,它可以有原音的读法 同时呢,它也有辅音字母的用法 这个原,这两个字母的特殊呢,就特殊在这个地方 它为什么又叫做半原音呢 这跟它跟一些,呃,字母连用的时候 和位置 就是它在单词当中的位置 不同呢 所引起的发音跟原音相连性呢 是有关的 好 首先来看一看第一个 耶 这个耶呢,它的音弯转解字母的是 V-A 这个V-A呢,呃,其实呢 这就非常好记了 V-A嘛 可能有的同学,我听到我的读音呢 可能有的同学就会想到耶子的耶了 确实,它的发音呢,确实呢 很像耶子的耶 再听我读一遍 耶 好,看下面这个V-A 这个呢,其实它有两个发音的 其实它有两个发音的 所以呢,我这里呢,它会有两个不同的转系字 所以以后如果你在看英文的 用英文字母来表示的硬地语字 如果看到W-A 然后V-A呢,其他都是指的是这个 半原音字母 好 嗯,为什么是半原音 好,接着就带大家一起来看看 什么是半原音 半原音耶和半原音 W-A或者V-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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比如说,这个茶叶的,就是茶的这个单词,叫做Jai 大家是不是听到了,是在读,为什么不识读Jai呢? 因为呢,它在这儿呢,由于它是用在原音字母阿的后面 而且呢,它后面呢,又没有,再也没有其他字母了 所以呢,这个词呢,就读成了Jai,Jai 再看第二个,第二个,Gong,Gong 这一个单词呢,也是一样的,它是用在了原音字母阿的后面 然后呢,它后面又没有其他的,又没有其他的字母了 所以呢,它的读法就读成了O的音 所以呢,这个单词就读成Gong,Gong 其实它的读的时候呢,可能,老师给你们讲解的时候 这个A和O的音呢,就是读得非常的饱满 但是呢,它用到字母当中的时候,就像这样的情况的时候 其实它就只是读出一半的音 所谓读出一半的音,就是音没有那么的重 就稍微的,稍微的,可能要轻一些 这两个单词呢,都是音性单词 大家要注意,在印第语单词当中 在印第语的单词当中呢,它是有阴阳性的区别的 为什么有阴阳性呢?这个问题真的别再问了 在这些印隆语系的这些文字当中呢 单词,有的语言的单词呢,是有阴阳性的区别的 好 好,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 这个耶的发音,到底是怎么发的 这个耶呢,你发音之前呢,你的舌头要往前抬向硬额 但是呢,不要去接触这个硬额 发的时候呢,这样耶,耶,耶 其实呢,这样说呢 如果大家呢,联想到了中文当中的耶子的耶 的话呢,其实你可以摸,你可以发 耶子的耶,耶,耶,耶 其实呢,是一样的 就轻轻的发出那个声音,耶,耶,耶 好 接下来,老师带领大家一起读,一读吧 这个第一遍,耶 第二遍,耶 第三遍,耶 好,再跟我读一遍 耶,耶,耶 非常简单吧 看一看它的写法咯 它的写法呢,也不会难 也是很简单的 首先呢,就是从上到下一小撇 然后呢,从这上面 从这一撇的这个底端呢 又开始往上 往上呢,不要无限制的往上 长到这一上面去 只要稍稍的往上 大概在它的二分之一处 或者是呢,三分之一处 大概上去一点就好了 最后一竖,一横 这个字母就写完了 好,嗯,我们就来看一看 我们这个半语原因它的 好,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 这个半语原因的读法 这个半语原因呢,它有两种读法 这个第一种读法呢 是你的嘴巴要嘟起来 舌头后部要抬起来 这个是不是四层 四层相识呢 就是 呼 呼 呼 这就是 它的第一个音的读法 好,第二个音呢 是你的上面的牙齿要和你下面的嘴唇 要接触 就是 呼 呼 呼 记住,以上识和下识接触 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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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样子的 好,跟我再读 再来读一读吧 首先,看看这个 我们先读第一个音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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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跟我读一遍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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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第二个音 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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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遍 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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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识完这两个原音呢 我们就到了学习辅音的时间啦 这两个辅 这三个辅音的 其实为什么把它列在一起呢 也是因为它们的翻译位置是相同的 这三个辅音呢 其中的 其中的两个 L和V呢 它是轻辅音 而R呢 它是浊辅音 不用我说 轻浊辅音的区别 你们也知道是什么啦 好 像这个 L L是怎么读的呢 L呢 是非常 在这所有的字母当中 算是一个比较好读的音了 因为它 它的 发音的方式呢 嗯 没有那么复杂 是非常的 简单 而且呢 发音过程呢 是非常的 直接的 没有那么多 汪汪 就是没有那么多 规则要去讲究 好 说了那么多 一起来看一看这个音 到底是怎么发的吧 发这个音的时候 你的嘴巴要 轻轻的张开 就微微的张开 然后舌头呢 要去接触你的上尺 就是接触 就是放在你的上面的牙齿的 上面 但不是放到前面哦 你别放到前面 那个怎么发生啊 是放在后面 你发生的时候呢 这个舌头就放开 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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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有点像中文里的 了解的那个 另一个音 叫勒 勒 我吃了 勒 是不是有点像 那个舌头的 运动方式呢 大家其实 这样也行 如果你能想到 那个中文字的发音 然后能结合起来 发成这样子 勒 勒 勒 那也是完全可以的 好 学习了它的发音呢 来跟我一起练一练吧 熟能声巧 多练呢 大家的发音才会更加的流畅 好 第一遍 跟着它的箭头指示方向 从这儿开始 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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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跟着我再来练习第二遍 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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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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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条横线 一条横线搭在上面 我们这个就写完了 其实印刷体呢是看不出来 它的可爱之处的 这个字母的可爱之处 就是它像一个桃心一样 所以呢很多 很多同学们刚刚开始学习的时候呢 就会发现这个印地怎么又是圈啊 又是钩啊 然后还有桃心呢 这种文字真的太可爱了 好 看完它的写的方法呢 我们就要到第二个符音的学习了 第二个符音的学习呢 其实呢 为什么要把它放在 放在这儿呢 因为 不是同一种 同一种 发音的方式吗 为什么要把这个放在这儿呢 是因为呢 这个呢 它跟vv的发音方式是一样的 这口型呢 和v是相同的 声带不振动 它的发音是比较重的 v是上齿和下唇接触 就好发成v 而这个呢是v vv 也是上齿和下唇接触 vv 你不要下齿和上唇接触 那样可是发 那样 你要是像那样也能发出声来 而且发对的话 那也是可以的 这说明 你个真牛 vvv vv 好大家听我的翻译是不是已经有所了解 也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呢 好大家一直一起来跟我练习一遍吧 这个从上往下跟着它的箭头 第1个 vv 第2个 vv 第3个 vv 好的 再来跟我练习一遍 vv vv v 好 是不是已经get到它的精髓了呢 就是vvv 这样子非常简单的 好 学完这个vv之后呢 我们就要学上史上最难的发音了 其实这个最难啊 你要真学会了以后 你发现已不难 其实还挺好玩的 这个vv的发音方法呢 就是你的双唇 就是我上面写的非常的书面啊 双唇要舒展 怎么个舒展法 反正你平常使 你平常不说话的时候 你让它放哪儿就放哪儿 你别动它 让它自然地躺 自然地放在那里 这样就叫舒展 就别去动它了 然后你的舌尖要卷起 其实这个舌尖卷起呢 大家初学呢 可能就需要说舌尖 首先要卷起来 卷起来一点 然后 要借助舌尖卷起 先卷起来 然后把这个舌尖弹出去之后 让这个整个舌头震动起来 记得要像一面旗帜 迎风飘扬一样的举 震动起来 但是你别说震动 我就发成 这样呢 只是为了练习你的舌尖颤动 但是呢 发声是不对的 因为它的发声呢 会比较 它的发声呢 是会比较轻一点 会比较轻 就像这样 声带有震动吗 前面我们已经说了 它是着辅音啊 所以它的声带是有震动的 像这样子 大家一定要仔细听哦 大家自己尝试一下 先把舌头卷起来 首先这样子 卷起来 顶住 如果你能卷成 像寿司卷那样 当然可以 要是你不能卷呢 那就把你的舌头 顶住你的上额 然后 用劲 用气 把这个舌尖给 把这个舌尖给吹出去 然后让它颤动起来 大家是不是感觉 我第一次 只是出一个 这个时候呢 其实我的舌头呢 并没有完全像 我后来读的那样子 整个完全颤动起来 这个时候 我也只是 舌头 因为我的舌头 也没办法卷成 卷成像寿司一样 所以我也只能 把舌头尖 抬起来 然后顶住上额 然后来一个 一开始的时候 一定要先卷起来 然后 时间长了之后 你就会像老师这样子 发出一个 像波浪一样 那么好听的声音了 好了 不管大家掌握没有呢 我们先来看一个 比较简单一点的发音吧 首先呢 看它和 它是一个复合辅音吧 这个呢 是一个复合辅音 它在读的时候呢 可能音呢 就跟它本身那个 不太一样了 像那个 这个半个 和 的复合 它就成了 这个是不是简单多了呢 好看一看下面这个例子 第一个 大家都认识吧 看老师 老师是不是多了一个 阿的音啊 读这个的时候 你一定要留意 这个 一般放在末尾 后面又没有什么 跟它复合呢 你要读得轻一点点 这个的重音呢 是在前面 就 CHAD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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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一定要跟我一起念哦 CHADRE CHADRE DRACE 这个就可以中读了 DR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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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音没说过 没有关系 所有的字母 模仿发音 都可以读得非常正确 DRACE 好 刚才呢 看了一个复合辅音 那一个呢 是一个单独的音节 这个呢 就是当它在跟别的字母 别的字母呢 像连用的时候 是如何书写的啦 首先 看我们这个 当和其他的辅音字母 就是放在其他的辅音字母之前 和其他的辅音字母 构成一个复合辅音的时候呢 就要写在这个辅音字母的上面 或者呢 或者呢 这个呢 或者呢 是原因符号的右上方 就是这样 一个小小的钩 这个呢 是 这个印刷体呢 和书写体不太一样啊 老师写的这个呢 是书写体 因为大家 教大家这一些写法呢 其实大多数呢 还是为了认的同时呢 也要让大家呢 能够在自己写的时候呢 能够写得出来 也是为了让大家 能够写得出来 像这个 自私自利的 SWARTI 这个是自私自利的 这个R呢 是在这个T的前面的 其实 它是在T的前面的 但是呢 由于呢 它跟后面的这些呢 构成了一个复合辅音 所以呢 它写的时候 就写在这个原音字母的上面 写成了一个小小的R 就写成了一个这样的符号 所以叫做 SWAR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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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大家也能听到 在读的过程当中 会有这个R的音 再跟我读一遍啊 SWAR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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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看第二个例子 这个是白话的意思 怎么读呢 是BURG BU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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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重音呢 是在这个R这 所以呢 读的时候 BURG BURG 好 好 我们来看一看 这个 赵恩娜老师写了R 就写了他的英文转写字母 所以呢 大家一定要记住 记住他本来R的同时呢 也要记住他这个英文转写字母了 当这个字母和其他 在其他的符音字母之后 和其他的符音字母构成一个复合符音的时候呢 这个字母就是写在后面一个符音字母的左下角了 就像老师的BRIANGA BRIANGA呢 其实呢 这个BRIANGA呢 它是在这个B的后面 在这个B的后面 然后长一的前面 就是说呢 先写 就在书法当中呢 先打这个R 打一个R 然后呢 再打一个原音的 一的 这个呢 就是它是用在 用在它 用在它后面的那个 后面的那个 就是后面那个 原音字母的 左下角 就左下角 像这样子 好 大家跟我一起读 BRIANGA BRIANGA 所以这个E呢 是R的 它是跟R合在一起的 而不是跟B合在一起的 就不是读BRIANGA的 它是读BRIANGA BRIANGA 像这个英文专写的词啦 它就真的是个英文专写的词啦 它是根据英文的读音来写出这个词 BRIANGA BRIANGA 老师发的这个R是非常重的 但是呢 可能之后呢 你会听到呢 很多印度人 他在读这个R的音的时候呢 可能就没有那么重 但是呢 这也是没有关系 就像中国各地都有各地的方言一样呢 其实这个印度呢 它也是有自己的方言的 所以它 有的人呢 发这个R会发的 非常的重 这下老师读这样 BRIANGA 但是呢 有的人又会读得非常轻 就像BRIANGA 有的人又会这样子读 但是没有关系 了解一下这个呢 以后在听的时候呢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好 再来看看 它的另一个符合符音的构成方式啦 这个构成就跟我们上一节课 学的顶舌音是 是有关系的啦 这个 这个字母呢 它用在这个顶舌音的后面的时候 要写在顶舌音的下面 什么 写在哪儿 写在它的下面 就像 呃 原音字母 U一样 是写在它的下面 如何写在下面呢 就是这样一个 道道的一个 这样组成的一个 就像一个 大一幅或是小一幅 把它这样立起来了一样 好 看着老师说给的例子 跟着老师一块读 这是旅行用的箱子 就读作 好 看下降下落落幕 这个单词又是怎么读的呢 这个符和符音的构成呢 我们就学习到这儿啦 下面就来看一看 刚第一 我在 我在 第一次提到这节课的学习内容的时候呢 说到说 这三个字母呢 有一个特别的名字 好 如大家所见 这个特别的名字 就叫做闪音 什么 叫做闪音呢 大家仔细听我的 如果大家听一听 就大家来猜一猜 听听我的发音 然后大家来猜一猜 为什么叫做闪音 从我的发音当中 你就可以猜得出 大家有没有感觉到我的舌头是 是这样 有没有听到我的舌头 其实是 上 会听到 有碰到 下齿的一点点声音 就像这样子 老师呢 故意的把这个舌头 触碰下齿的声音呢 打得非常的响亮 好了 我们来关子了 我们来看一下吧 其实呢 它为什么叫做闪音呢 这是由于它的一个发音的共同点 它发音的共同点呢 就是说 你发音的时候 你的舌尖要向后卷 高起来 顶住你的硬额 就像你发顶声音的时候 要顶住你的硬额 然后呢 你发音的时候 你的舌尖呢 要擦过你的硬额 就是沿着你的硬额 迅速向下滑 然后呢 舌尖的下面这个部分呢 就在这个下面的齿银上打一下 就是这样 就要在齿银上打一下这样子 好了 说了它的翻译位置呢 我们就真的来实践的来演练一下 这个音是怎么读的 这样子呢 大家才能够有所感受 记住你的 首先舌头 往上立起来 顶住上额 然后 读 了 了 了 记住 听老师的 是不是有一个舌头和下齿银触碰的声音呢 相信大家都已经感觉到了 好吧 既然大家都已经感觉到了呢 那我们就 来练一练这个音的翻译吧 首先第一遍 第二遍 第三遍 好 再跟我练习一遍 了 了 了 好了 练习完第一个 了 之后呢 我们就要练习第二个了 其实呢 这两个音呢 也苦恼 也让老师非常苦恼了很久 因为它的区别呢 只是说大也不大 说小也不小 还是挺难掌握的 所以呢 大家呢 也要仔细听老师的发音 看看老师是如何发音的 首先 第一遍 好 再跟我读一遍 不是 其实呢 老师你可以 大家听老师的发音的可以明显的感觉到 有时候呢 老师读的是 有的时候老师读 这样子 其实这个音还是挺难掌握的 所以呢 老师的掌握呢 可能有的时候也会有一点不准确 但是呢 老师的发音方式一定是对的 只是说气流的强弱 可能会比较难掌握一些 所以呢 大家一定要听清楚老师读的 好 最后两遍了 好 好 练习完这个发音呢 就到了我们今天 要学习的最后一个发音啦 最后一个发音呢 其实呢 它是跟顶舌音一块的 所说的同一发音部位的 那第五个辅音 就是上一节课的顶舌音的第五个辅音 放到这儿来呢 是因为呢 它跟这个 它是有同一个名字叫做闪音 所以呢放到了这一节课来学习 这个音呢 大家 这个音呢 相对来说好发多了 它的气流比较容易掌握 但是大家也要认真的听一听老师是怎么读的 第一个 第一个 第二个 第三个 第四个 第五个 好 再跟我来读一遍 其实呢 这个音呢 还是要慢慢的去掌握 慢慢的去摸索 然后听老师的音呢 去模仿 这个 其实呢 还是要你的舌头的使用位置一定要向老师说那个 把舌头顶住硬额 然后呢顺着硬额往下滑 这样子就搞定了 好 老师再大家读一遍 也是五遍 好了 上音学完了之后呢 我们这节课的所有的字母的音呢 就全部都学完了 接下来呢 就到了练习时间了 不出意外吧 好 首先来看 第一个练习 大家可能发现 我这一节课练习的全都是字母了 可能没有什么 其他的音在 和其他原因啊 在和这些复合了 所以呢 也意味着说 我们越学到后面呢 我们就越要开始 尝试着去读一些单词 好了 大家就一起来跟我读一读吧 老规矩 从左到右 从上到下 每个单词读三遍 预备 预备 开始咯 第二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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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个 第三个 第四个 第五个 第六个 好,大家是不是都记住了呢,还是再来跟我联系一遍吧,这次呢我每个会读一遍 好,到了一起二啦 这个呢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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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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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再来跟老师练习一遍,这次也一样一个读一遍 大 大 练习二完了 再到练习三了 这一次呢是 练习了 里酒 卡 swear 卡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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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 Return RUN BURN BURN GA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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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ANRAJ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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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TAR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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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最后跟我练习一遍 GAN GAN BURN BURN GAN GANRAJA 好,到了练习四了 这一次练习呢 就要把 对比起来了 好,我会一对一对的读 哪一对呢,我都会读三遍 首先,从左边第一对开始 这一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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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feedback 正换 快追 辣 蚊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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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 parei 好,再练习一遍 好,再练习 Pari Dali Pr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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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练习完练习四呢 我们这节课的内容呢就到这了 好吧 这节课呢我们就先学习到这儿 下期 下节课呢我们再一起学习其他的内容 谢谢大家 Shukriya